休士顿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在天气方面 今天全天大概是60到80度的气温 那么早上呢 还有浓雾警告 不过到9点钟之后 这个警报已经消除了 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 将会有一个冷风过境 届时呢 将会带来显著的雨量 好 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 我相信今天我们要讲的 所有的新闻 几乎都是跟昨天的其中选举有关 那在休士顿 尤其是Harris County呢 他们将所有的投票所 原本是应该7点钟关门 但是因为有特别的团体组织表示 一些投票所没有正常的 在7点钟准时开门 所以呢 要求投票所延长作业时间 一直到昨天晚上8点 而当时已经得到了一个地区法官的同意 可是德州的最高法院则表示 所有选票在7点到8点钟 所投出的选票呢 要放在一边 不能算到总体的选票当中 那么现在 这一个团体叫Texas Organizing Project 已经表示将会上诉 所以说到底这个晚上7点到8点的选票 是否真的不能够算入总选票当中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昨天大家非常关心的选情 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上面的发展情形 那么最关心的不外乎是德州的州长 我们先从州政府来看 州长仍然是现任的 这个州长Greg Abbott 他以应该是 百分之五十六比百分之四十四的 这个选票胜出 Lieutenant Government副州长 仍然是Dan Patrick 司法长也是 仍然是Kim Paxton 所以说几乎是这一次州政府 所有都没有更换任何的人马 农业部长仍然是Sid Miller 会计长仍然是Glen Heger 土地局局长是Don Beckingham 铁路局局长是Wen Christian 好 那么这些呢 主要是德州州政府啊 主导都可以看得出来 完全是共和党在控制 那么另外可以看一下 我们比较可能跟大家相关的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我们先看一下 US House好了 这个应该是美国国会议员 在第二选区 仍然是共和党的Dan Crenshaw 那么第七选区 仍然是民主党的Lisey Fletcher 第八选区是Morgan Latrell 他是共和党 第九选区是民主党的老将 Al Green 第十选区是共和党 由Michael McCaul担任 那么第十四选区是共和党 是Randy Webber担任 那么第十八选区是民主党的老将 Sheila Jackson Lee 第二十二国会选区是应该是在Sugarland的这一块呢 仍然是共和党的Troy Nails 第二十九选区是民主党的Sylvia Garcia 三十六选区是共和党的Brian Babin 三十八选区是共和党的Wesley Hunt 好那么这上述是国会议员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是周议员 周议员呢 第一百四十九个选区是民主党的Herbert Boat 那么他应该也算是老将了 好除了这些大概的选情之外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不外乎是Harris County的司法长 是否由原任的民主党籍Lina Hidalgo担任呢 还是由她的强劲挑战对手共和党的Miller 现在可以说选情有一点紧张啊 那么Lina Hidalgo目前是51% Miller是49% 但是究竟还有1%到2%的选票还没有开出 所以不晓得Miller是否能够胜出 把下面的选票开出之后 如果Miller继续是以落后的趋势的话 那么可以看出这一次还是由Lina Hidalgo侥幸胜出 那么在Harris County的Commissioner Court呢 几乎可以看到以后所有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Court 全是民主党当家了 那么另外在Harris County Criminal Judge这一方面啊 这倒是有一点让美军吃惊的就是这一次Harris County Criminal Judges 因为似乎一直报导都是Harris County的选民对现在现任的民主党 他们所谓的抓了又放的这种政策 还有给极低的保释金风潮 大家是非常不满 但是目前看到似乎这些法官还是仍然是稳坐他们民主党法官的位置 所以可能日后要看到Harris County的这个Criminal方面 就是治安方面有极大的改变的话可能一时可能是没有办法看到 因为所有原来有这些特别对罪犯宽松的法官 似乎Harris County的选民仍然是让他们继续留任 好那么关心完选情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有关这则消息 那么在星期一于休斯顿市区开始 有队举行了Astro泰国人棒球队的大游行 当时可以说吸引了不下百万人参加 甚至有人是从Austin或是San Antonio 举家开车过来参加这个游行 而发生不幸的事情呢 就是居然肖小借着这一次游行的机会 向十几部车子盗窃了他们的Catallet Converter 因为这些车子停在Downtown的路边的时候 就成为肖小下手的对象了 而现在呢休斯顿警察局也表示 肖小似乎最喜欢盗窃Catallet Converter呢 是Toyota牌子的车辆 所以如果你拥有Toyota牌子的车子 可能要特别在停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 这边有个被盗窃排行榜啊 来和美军公布一下 Toyota的Tondra名列第一名 再来是Toyota的Tacoma卡车 第三名是Toyota的Forerunner 第四名是Toyota的Sequia 第五名是Toyota的Priors 第六名是Honda CR-V 第七名是Honda的Element 第八名是所有福特卡车 第九名是所有Douch卡车 第十名是所有的Chevy卡车 为什么Toyota的这些SUV 特别得到萧小的青睐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Catallet Converter 有一些贵重的金属不说 而且呢是特别能够省油的一些装置啊 可能让这些金属的含量呢就增多了 好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在今天早上九点钟开始 于Cady的这个Dicks Sports贩售店呢 他们会发出这个手环哦 所以说这个手环是给太空人棒球队的球迷们 要在今天下午和傍晚在Dicks来面对面的 看到他们心仪的球员像是Jordan Alvarez还有Christian Javier 他们呢将会有一个和球迷的界面会 但是如果要去参加他们今天下午和晚上的会面的话 必须今天早上在Cady的Dicks拿到手环才能够参加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 编辑播报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